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拦截是对进攻方士气的重大打击 多好的机会 可惜他没把握住 对手的球门球 用积极的铲球破坏了这球 张欣传给了王珊珊 看他把握机会的能力了 这球有了 开场不久他们就先把头筹 这对拳队的士气是一种巨大的鼓 他们现在可以更从容地 去将赛前的布置展现出来 比分现在变成了1比0 对手的攻势到此为止 老家慧 很有威胁的传球啊 如果能成功的话 这个球啊 看看会怎么处理 老家慧 把球断了下来 张欣 王珊珊 赶给了后点包抄的队友 王珊队员先把球捡围出去 但处理得不太理想啊 对手还有机会 防得很好 没给对手留机会 这是个好球 这球有了 他们巩固了自己的明前优势 好的传球手就是这样 只要一出脚就能创造威胁 就像这个球一样 机会出来了 但是同时也要面对防守队员 给他们的压力 这次他们应对得非常出色 把球打进了 优势扩大 比分变成了2比0 阿特尼亚德尔卡斯蒂罗 一次成功的抢断 终结了对手的进攻 把皮球挑到了防线的背后 他们正在互相传球 他们正在互相传球 寻找机会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威胁 王珊珊 好的 这条跳船穿越了对手的防线 事物破竹 分叉已经被扩大到了三个球 来看看进球的过程 有点漂亮的过定球传到了危险区域 在防守队员巨大的压力和干扰之下 他还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打门 真是好球啊 目前比分已经变成了3比0 特雷莎 阿贝雷拉 传给了奥罗斯 他打得非常自信 带着球直奔对方的防线而去 重攻跨进了船中 出界了 接外球 伊万娜 安德烈斯 奥尔加 卡尔摩纳 一角落射 这角射门直接就被封堵了 王珊珊 张欣 现在就是看他个人的魅力了 这球该有了吧 非常棒的防守 画起了对方在禁区边缘的一次打门 从对手那儿抢回了球 正在拿球 等待队友的跑位和拉扯 这次进攻本来可以成功 没想到对手破坏掉了 有一个反击的机会 反击的机会被对手断球了 张欣 这脚传球很有威胁 球成功送到了王珊珊脚下 球进了 你敢相信吗 这四个球领先的绝对优势 什么叫手术刀断精准的传球脚法 看看这脚球就知道了 实在是太到位了 最后的这脚推射更是让门将鞭长莫及啊 比赛才进行到一半就打出这么大的分叉啊 伊万娜安德雷斯 传给了奥罗斯 控球拳又发生了变化 阿维利拉 阿特内亚拿球 马亦特 奥罗斯 这球给过去了 他还在继续盘待 同时也在观察队友的走位 绝佳机会啊 皮球应声入网 这个球啊 真不要夸赞进球的队员 很有自信 但另一方面对门将来说 没有封死进门住 就是他的责任了 比分被改写成了4比1 再把铭想了上半场结束的哨音 比分一边倒 转播画面已经回到了奥林匹克球场的比赛现场 双方下半场的较量已经开始 让我们看看今天谁能笑到最后 张鑫 传给了王珊珊 门将已经来不及反应了 门前空无一人 这球稳了 有一说一啊 这个球啊 可以算是门将的失误了 这种打空门的机会 他是不会放过的 没错 抓住对方漏洞 迅速将机会转化为进球 非常漂亮 目前双方比分是5比1 断掉了对手的传球 王珊珊 一脚升门 门将选择了最稳妥的方式 他们现在要换上一个新的队员 这个球啊是奔着点球点赴进去了 门将出击了把球给抱住了 王珊珊 球又回来了 特雷莎 阿贝雷拉 持续代球推进 这个距离很近啊 打门质量也高啊 但今天这个门将就好像是有如神助一样啊 最后还是力保球门不失 这个球啊正是门将个人高超技术的完美表现 嗯 球出界了 还是脚球 这叫凌空抽射 大难不死啊 这个球有个折射 张鑫 张鑫 王珊珊 她是想要自己来吗 进去里面对大门 门将表现很好啊 这个角球掉到了进去中间 这个投球对球门没有威胁啊 主播员简直就是站着木送皮球飞出底线 哎呀也得说对手对他的防守太严密了 他跳起来非常非常不舒服 这个球就显得非常勉强 是 张萨雷斯 马尔塔 卡尔多纳 这也算是把球送给对手了 张锐 这是个非常好的反击机会 哦 这是防守队员的失误啊 哦 又进了 一次完美的表演 成功上演棒的信法 回顾一下这个进球 拿到球以后迅速地展开了反击 实际抓得非常准 反击质量也非常高 在防守队员巨大的压力和干扰之下 他还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打门 真是好球啊 目前双方比分6比1 传球的准头啊差了一点啊 队友没拿到 接外球 抖架会 传中到了禁区里 没找到包抄点 被解围了 防守队员把球铲出界了 接外球 教练准备派上他的替补队员了啊 伊万娜 安德烈斯 马尔塔 卡尔多纳 一角铲球把球抢了回来 对方的进攻就此作罢 王珊珊 有机会展开反击 哦 这次是他拯救了球队啊 这个拼抢动作应该是犯规了 但主才是以进攻有力比赛继续 好机会 这脚射门啊力量是够了 这个门框是深有体会 是不是发力影响了他射门角度的选择呀 主才找到了他 向他出车一张黄牌 双妹子 王霜拿球 王霜的机会来了 这个机会本来是非常好的 但是防守队员抢先将球破坏掉了 这球该有了吧 直接打中了门注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防守队员成功地阻止了对方的进攻 防守队员成功地阻止了对方的进攻 边路现在空间很大啊 看看那些的效果 往双 攻防的有力球裁判没有名上 对手的攻势到此为止 看看张瑞的处理 他们成功在对方的后场 抢下了皮球 马尔塔·卡尔多纳 找到了方式队员身后的空档 还好有他 这球传过去就有点吓人了 这脚球穿越了对手的防线 这球没有处理好 埃斯特尔 钢萨雷斯 罗德里格斯 这是一个反击的机会 咱们示意比赛将有两分钟的伤停补时 一次成功的拦截 对手在边路啊 给了他太多的空间了 带球甩开了防守队员 有了 双方分差稍微缩小了一点 但比赛也快结束了 这一次和防守队员的教练中 他取得了胜利 这一次啊 门将没能守住自己的进门中 还让他把球打进了 全场比赛结束 主队今天捍卫了主场 拿下了胜利 这次的比赛